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四眼门的佛牌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去了解阿湛多的崇敌佛牌 那可能有些朋友说,阿湛多的崇敌佛牌不是谈过很多期的吗 对我们在之前的很多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过关于阿湛多崇敌佛牌的一些知识 但是呢,毕竟他是泰国佛牌之王 那研究他的知识呢,是非常非常的广,非常非常多的课题的 而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呢,就是他在Vat Bang Khun Pum所制作的这一些崇敌佛牌的故事 那在我们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一样呼吁大家 就是如果我们这一个视频达到200赞以上的话呢 我们将会送出一枚价值1000马币的佛牌呢 给在我们视频底下留言的朋友作为抽奖 那这一期我们要送出的呢,就是来自龙婆营在Vat Khau Ptai呢 所出土的一批佛牌的五方佛 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安排五份安慰奖 那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视频上方出现了新数字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底下留言说出正确答案 我们还会安排五份呢,来自 是龙婆营正庙,Vat Pi Khun Tung呢 所制作的崇敌佛牌 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活动 那Vat Bang Khun Pum呢,这一家寺庙呢 就是属于阿战多晚年呢,所居住的一间寺庙 阿战多呢,他成为僧皇之后 大概是在2395年左右呢 然后就入住瓦拉康,那入住瓦拉康之后 就一直在瓦拉康铸造佛牌 可是到了晚年之后呢 他就在Vat Bang Khun Pum呢,修建一尊大佛 而传闻呢,阿战多也是源寄于这个大佛的脚下 而如今呢,Vat Bang Khun Pum呢 已经被分割成两间寺庙 而这个大佛呢,如今呢,是坐落于现在名为Vat In的一间寺庙里面 也就是Vat Bang Khun Pum的前身 阿战多于Vat Bang Khun Pum最有名的一批佛牌呢 就是他在佛历2413年为了修弃佛塔和佛像呢 所铸造的一批佛牌 后来呢,这一批佛牌呢,就被放入到佛塔里面 那当时候阿战多呢,是要铸造8万4千枚 因为这个是按照他一贯的法门 可是据说呢,当时候啊 由于就是制作佛牌的那个进度呢 不够快,那制作数量不够 所以呢,他就从Vat Bang Khun的佛牌里面呢 就拨出一个部分 然后呢,混搭着呢,放入佛塔里面 而这一批佛牌呢,也在佛历2500的时候呢 被开塔取出 然后呢,对该佛塔呢,重新进行修整 所以这个是阿战多呢 在Vat Bang Khun Pum最有名的一批佛牌 但是是不是代表阿战多只是在Vat Bang Khun Pum制作过一批佛牌呢 那其实不然 那阿战多其实在入住Vat Bang Khun之前呢 据说他的增接呢,就已经是挂在Vat Bang Khun Pum 所以早期呢,阿战多就有在Vat Bang Khun Pum呢 去制作佛牌 而当初的制作的一些模型呢 都是由就是民间的工匠 还有村民,还有僧侣徒弟这些人呢 一起去配合制作的 据说在用料,模具,还有整个制作出来的 那个感觉上会更加的粗糙一些 因为阿战多成为僧皇入住Vat Bang Khun之后呢 他所制作的佛牌就是由皇室工匠团 去帮他注模及制作的 所以呢,在入住Vat Bang Khun过后呢 的佛牌,就是佛力2400过后的一些佛牌呢 都会比较的工整,比较的漂亮 那除了我们上述刚才提到就是 在阿战多入住Vat Bang Khun之前 以及晚年在Vat Bang Khun铺造佛塔及大佛石所 制作的这些崇敌佛牌之外呢 还有一批佛牌呢 是在Vat Bang Khun铺造的 这一些佛牌呢是属于民间魔 据说当时候啊,为什么会铸造这一批佛牌 是因为有一个善性,希望建一个小佛塔 去安置他家中成员的骨灰 于是呢,他就开模 然后呢,要求阿战多呢 为他铸造及加持这一批佛牌呢 放入佛塔当中 那这一批佛牌呢 在佛力2506年的时候呢 出塔 那出塔之后并没有造成很大的轰动 也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 因为他的整个造型上呢 跟主流的阿战多的重敌呢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呢,当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可是慢慢的呢 就是佛牌玩家发现到 这一批佛牌在佩戴之后呢 的回响呢,也很好 而且仔细看整个用料的话呢 是跟阿战多的佛牌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去翻了寺庙的记录之后 才发现到原来这一批佛牌呢 也是源自于阿战多的加持 及阿战多的制作 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有人去追捧 这一些模板的重敌佛牌 所以呢,这个佛牌呢 就像是类似像瓦拉康的中文重敌 就是属于民间的模板 而确确实实呢 是阿战多呢 有参与加持的一批佛牌 在我看来呢 那瓦巴昆普的重敌跟瓦拉康的重敌之间呢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最大的区别我个人认为 其实就只是在知名度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型的佛牌工会呢 他们会着重在推广重敌瓦拉康 然后呢,把重敌瓦拉康的价格推得很高 那其实呢,瓦巴昆普的佛牌 在整个用料上 在整个加持上 其实跟瓦拉康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那如果你本身只是说 我希望拥有一枚 跟佩戴阿战多的重敌佛牌 能够帮助到自己 而不在乎知名度的话 其实呢,瓦巴昆普的重敌佛牌呢 相较瓦拉康的话 在价格上呢,就更加的优惠 有一些呢,甚至可以便宜好几倍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牌商会跟你说 那收重敌瓦拉康的那个 所谓的收藏价值 那就更高 但是,谈到收藏价值呢 我们首先要先想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这个佛牌 OK 就算它按照大工会 他们所编排的价钱 然后呢,有所提高 但是 今天你能不能够按照它的价钱去卖出去 这是一个问题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那如果大家要去 更加去了解关于这个 佛牌市价 跟转售的一个市场问题的话 可以翻阅我们之前的一些视频 我们之前有谈过非常的多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 比如说像你今天去买一颗钻石 对吧 一般上你很难直接对所谓的消费者去转卖这个钻石 按照市场价 而你把这个钻石卖回给钻石交易商的时候呢 它一般会对你进行一个30% 50% 甚至更高的一个折扣 那到最后呢 只有那个钻石交易商能够拿到起价的红利 那佛牌的市场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有一个佛牌 我经常遇到一些 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跟大工会去请一些佛牌之后呢 过后转手会比较容易 可是到最后呢 我会发现到这些顾客呢 就转回来找我们牌商寄卖 叫我们帮忙卖 因为他自己本身呢 没有能力去卖 可是我们一定会对他有一个折扣 帮忙转卖的一个费用 而他如果卖回给他原本的牌商或者工会的话 他也不会拿回全额的 所以他自己本身其实并不太可能会拿到佛牌 价格调整之后呢 所得到的一份红利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会跟我的顾客说 你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佛牌如果你带了之后 他真的帮你改善你的生活 帮你提升你整个生意的那个交易量 然后呢 让你整个生活的品质有所改善的话 那如果这个佛牌帮你赚了一百万 人家开价十万 那你真的要卖吗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 他们所说的这些所谓的收藏价值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其次的一些东西 根本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佛牌 OK 你能够用一些方式去证明它是真品 而你请的价格又是你的支付范围里面的 他来自于瓦拉康瓦瓦瓶瓶瓶瓶瓶 或者是甚至瓦瓦瓶瓶瓶瓶瓶瓶的话呢 根本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带了它之后 你能够越来越好 我觉得这个呢 才是请佛牌呢 一开始最原始应该要有的一个观念 而不是这个佛牌起价不起价 有没有收藏价值 而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师父的佛牌 那觉得他能够帮助到你 所以我希望呢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之后呢 能够让大家更加去关注 这个崇敌绑绑绑的这一个系列的佛牌 那在我看来呢 瓦绑绑绑绑的那个崇敌佛牌呢 跟瓦拉康之间呢 它的造型呢更加的有艺术感 更加的抽象一点 那相较瓦拉康的非常工整的那个形象呢 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美感 那如果大家尝试欣赏它的话呢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独特的 那希望大家多关注 也多关注我们四眼门的佛牌频道 希望大家帮我们转发 点赞 谢谢大家的观赏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我们的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赏 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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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88 888 888 8